各位微信圣教 微信贤士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人的身体 是无常 人的命运 也是无常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到 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平时就要注意 自己的身体健康 今天有一位我们的信徒 请教 说他身体不好 爸爸也在洗肾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洗肾的原因 有的从本身的八字命的命挂 命挂四摇破 汗水破 肾机能衰退 那就会洗肾 因为肾排泄系统不好 所以会缓击心脏 就开始无力 会无力 这个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洗肾的人 最要注意 性子 构性不要太烈 当你要发生不愉快的时候 都忍下来退后一步 阿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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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过这么多洗肾的人 他都是 个性不好 很强烈 很强烈 所引起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动怒 你一动怒 火上升 火生土 鼻皮土 鼻胃土 就 不好 不好 然后 肺 血经 就不好 肺经 不好 肾水 就不好 肾水 不好 就是肝 不好 肝木 就是不害 肝木 不好的话 那接下来 我们的呼吸系统 心脏无力 肺积水 那到最后来 你就要洗肾 这是 不变的真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洗肾的恐怖 但是 你不洗 很快就会死小小 那么有的人说 我问我说 叔 可不可以换肾 换肾当然可以 但是你要换肾 个性不改 还是一样 你还不改 你要换肾 人家 辛辛苦苦 长大起来的肾 来给你用 哇 我们不知感恩 我认为我有钱 可以买到肾 那则观念都错了 所以我在民国七十一年 顺障萎缩 观世音菩萨 要我修行 我就认真念佛 一直念佛 念了三四个月后 我的顺障病 终于渐渐好了 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 这个都是从修行 可以来协助 但是换肾 你要换的基因相同 血液里面的性 也能够相近 性相同 换肾才能够久长 尤其我们要修身养性 借着换肾 告诉我们 免疫我们自己 唤醒自己 要修身修口 汉养灵 祝福各位